前面都是被这样的 平常为民喉舌伸张正义的台北市议员钟小平 最近缺因家中返场纠纷 遭二姐指控在大年初三赶她出家门 还做事要上前殴打姐姐 我在客厅 她在妈妈的房间 我就跟她讲 我说小平 你怎么可以任由哥哥们这样子报警 把我赶出去 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而不阻止 结果她就说你威胁我 就这样要冲出来打我 那就被几个哥哥压制住 她就找完 这样子 那我就很心寒 原来钟小平家中共有八姐弟 因从小家里穷 靠二姐下海到五厅上班才养活一家十口 还供养钟小平念书到专科毕业 那我爸爸就讲说 我弟弟这么多 外省孩子不读书就是没有出息 就完全要靠读书 不然弟弟们将来就做公纳 我先跟爸爸讲爸爸我应该怎么做 我要帮助家里我爸说那你去五厅上班 所以因为这个样子我就到新加坡五厅去上班了 但是最近钟家八姐弟却为了针板桥 一间老旧返产 争吵不休 二姐不但遭四弟欧伤 还被赶出家门 钟小平却始终对她不闻不问 我觉得我对她很失望 而且今天钟小平是我一手代罢 我今天为了这个家 不要说我养家 即使我这个姐姐最大二级 他们不应该这样对我 钟小平那么也 以一个正义伸张 他连家里面的姐姐都不能保护 他当什么能不能代表 可不得还在一边 请楼下巴 دي 谢谢观看